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视频发布后 知名苹果爆料人彭博社的Mark Gurman在社交媒体X上也提到了此视频 紧跟着Viscom发布开箱视频的第二天 另一个俄罗斯频道Romanchef768也上传了一条短视频 在画面里 他向观众展示了一台14英寸的MacBook Pro包装 根据包装背面的标志显示 这是一台配备时合CPU 与时合GPU M4芯片的MacBook Pro 拥有16GB内存 512GB存储空间 以及三个雷利4接口以及深空黑配色 Srimpap Labro曾表示 有一个私人群组正在出售上未发布的14英寸MacBook Pro 并指出至少有200台该机型已经被售出 他推测 这次新机的泄露可能都来自于同一个苹果仓库 更令人震惊的是 现在甚至有俄罗斯网站开始公开出售大载M4芯片的MacBook Pro 但目前似乎已经下架 总之 就这样 东拼西凑下 MacBook Pro M4在互联网上完成了自己的发布和开箱 在Y14港视频中展示的Tikbench的分数页面 我们找到了这台标记为Mac 16.1的笔记本的测试分数 测试配置为M4处理器 基准频率4.41GHz 与M4 iPad Pro一致 集群同样是4P加61 搭配16GB统一内存 单核测试中 M4 MacBook Pro的分3864 略高于M4 iPad Pro的3648 也就是说M4 iPad并没有银核心数量减少 而在单核主频与性能上得到优势 苹果的刀法也一如既往的准确 和采用M3芯片的MacBook Pro相比 M4款在单核性能上有22.8%分数提升 再多核性能方面则有28.7%的分数提升 考虑到M4确实比M3多了两个一核 有20%到30%的提升并不让人意外 值得一提的是 全新的M4芯片在单核测试的物件识别单元 相比M3拥有122.6%的大幅提升 相信这将对M4的AI表现提供不错的基础 即使和拥有更多处理器核心 更大内存的M3 Pro机型相比 M4 MacBook Pro的表现同样出色 M4基准频率为4.41GHz M3 Pro基准频率为4.05GHz 得益于更高的频率 M4 MacBook Pro在单核测试中的分数 成功超越M3 Pro机型 有着20.5%的提升 其中物件识别单元的分数同样是遥遥领先 但在多核测试中 M3 Pro机型用更多的核心数 追上了M4机型的成绩 M4机型分数仅比M3 Pro高了6.4% 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换句话说 如果你目前正在使用M3芯片的MacBook Pro 无论你用的是M3 Max 残屑M3 Pro还是M3 都没有必要升级到M4芯片的新款 当然了 不用升级的前提是 你的M3 MacBook Pro有16GB内存 如果你用的还是最普通的8GB版 那我建议还是尽早更换到16GB或更大内存的型号 随着苹果智能的到来 Mac OS对电脑内存的占用率只会越来越高 尽管苹果曾说过 Mac的8GB等于Windows的16GB这种鬼话 但数据架构不会说谎 软件确确实实就是要用那么大的RAM 况且M3的MacBook本身就在闪存芯片上缩水 小内存Mac只会进一步加重电脑闪存的负担 加速那为一颗闪存的暴毙进程 或者用更直白的话来说 在M4芯片上 苹果又挤了一管新牙膏 事实上 自2020年苹果宣布退出M1芯片 并开始过渡到自研苹果Silicon以来 苹果就已将Mac系列产品的更新节奏与英特尔脱钩 将产品更新周期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种自主性不仅提升了Mac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也让苹果能够共灵活地应对行业变化 即使根据技术进展和用户需求调整产品策略 作为苹果Silicon系列的开端 M1用出色的能效比表现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巨大震撼 随后 苹果通过M1 Pro和M1 Max 进一步加强了其在高端用户市场的布局 同时也展现出了一条清晰的进化路径 通过每一代芯片的发布 不断优化性能 扩展功能并降低能耗 同时 苹果Silicon还让苹果可以更深入的优化硬件和软件的结合 与之前依赖英特尔芯片时的局限性不同 苹果现在能够根据其操作系统MacOS和特定应用场景的需求 精确设计和调整芯片架构 脱离英特尔的升级周期 意味着苹果不再受制于外部供应商的技术限制 而是能够全方位掌控从芯片设计 软件优化到产品发布的各个环节 这不仅加快了新产品的开发周期 也让苹果在市场上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 能够及时响应消费者和行业的需求 对于消费者而言 这意味着更稳定也更没有新意的产品升级 但问题是 苹果Silicon也有自己的问题 脱钩不仅意味着苹果不会因其他品牌的牙膏放慢进度 同时也意味着当高通 英特尔等品牌取得大幅进步时 苹果无法赶上对应的性能红利 在M1到N3 Pro这段时间里 高通和英特尔还给苹果留下了挤压膏的机会 但到了N4时代 苹果Silicon也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挑战 不同于过去高通Snapdragon主要集中在移动设备上的局限 X-Elite将瞄准高性能笔记本和桌面设备 在轻薄笔记本领域和高能效战 常与苹果Silicon直接竞争 X-Elite借助高通在AI和5G技术上的积累 带来了出色的性能 能耗与网络连接体验 此外 X-Elite在AI计算加速方面展现了强大能力 这也是未来计算设备的重要发展方向 而英特尔正在大力开发期下一代处理器Luner Lake 同样也选择在苹果Silicon最擅长的能耗与性能表现上 与M4处理器正面对抗 相比现有的Order Lake和Meteor Lake Luner Lake代表着英特尔未来计算架构的全新转型 更重要的是 英特尔Luner Lake是一款拥有极强兼容性的X86处理器 对于依赖Windows和广泛生态软件的专业用户来说 Luner Lake可以在性能和兼容性上提供更好的选择 这也是苹果Silicon和X-Elite短期内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 当然了 在应用生态上自称一派的MacOS确实为 苹果Silicon减轻了不少兼容性方面的压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2024年的电脑市场中 单纯的长续航已经无法说服用户继续为Mac付费 挤了多年牙高了苹果Silicon也必须在M4上 拿出真正意义上的性能进步 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强调同性能功耗更低 遗憾的是 在基础版的M4 MacBook Pro上 苹果似乎还是采用了保守的性能释放策略 希望在接下来的M4 Pro 甚至是M4 Max、M4 Ultra芯片上 我们能看到苹果真正的诚意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M4 MacBook Pro的升级满意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